2月26号0点到24点 三十一个省设置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新增确诊病例239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27例 含1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本土病例112例 广东48例 其中深圳是26例 东莞是22例 内蒙古38例 其中呼和浩特市35例 呼伦贝尔市2例 包头市1例 广西7例 均在防城港市 辽宁6例 均在葫芦岛市 天津3例 均在东立区 四川3例 其中成都市2例 眉山市1例 北京2例 其中朝阳区1例 昌平区1例 江苏2例 均在苏州市 云南2例 均在林仓市 山西1例 在太原市 寒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在四川 就在昨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近期国内各地的疫情形势进行了研判 表示国内本轮疫情呈现点多 面广频发 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叠加流行的特点 其中北京 天津 山西 上海 山东 福建厦门 黑龙江 基西等地 近日检出的感染者都是隔离管控或者是闭环管理人员 疫情进一步扩散传播风险较低 江苏苏州本轮疫情近日新增的感染者主要来自管控人群 疫情整体处于下降趋势 社区传播风险逐步下降 那么辽宁葫芦岛本轮疫情的病例数近日有所增加 需要警惕疫情反弹和进一步的扩散 黑龙江 黑河和云南 红河本轮疫情感染者都是集中在当地存在不同的传播链条 目前感染源仍在调查当中 疫情存在传播扩散的风险 再我们来看看云南临仓本轮疫情 近日新增病例集中在当地一所中学 需要尽快转运隔离全体师生 加快重要区域的核酸筛查工作 防止疫情在校园和社区进一步的扩散 广东深圳本轮疫情点多面广 传播链复杂 社区传播和万一风险较高 四川成都和广西防城港 这一轮疫情存在进一步传播扩散的风险 当地正在加紧排查管控 内蒙古呼和浩特本轮疫情 目前是处在高位平台期 但是社区传播扩散的风险有所下降 另外对于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的 香港国家卫健委疾控局的副局长 吴良友表示 本轮疫情的香港目前处于快速扩散 和加速上升期 中央政府将继续全力支持香港的疫情防控 内地专家将继续与香港同行密切合作 努力做好抗疫防疫工作 目前全球新增新冠肺炎 劝诊病例连续四周下降 但是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新增病例 仍在快速增长 随着全球人员流动增加 外防输入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表示说 从我国的疫情防控的经验来看 现行的防控措施 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株是有效的 结合疫情防控的需要 目前各地纷纷启动了 新冠病毒疫苗的蓄冠加强免疫接种 那么对此的中国疾控中心的免疫规划 首席专家王庆华表示 老百姓说的疫苗混打 那么如果只是厂家不同 但都属于相同技术路线的疫苗 不属于蓄冠免疫 这样我给大家来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头两针打的是灭活疫苗 加强针打的是重组蛋白疫苗 这个就是蓄冠免疫了 跟你用的是北京生物 武汉生物 那个都没有关系 关键在于这个疫苗 它采取的是哪种技术 说一下词 蓄冠免疫 是期望获得更好的预防的效果 或者进一步降低严重不良反应的风险 而采取的一种接种的策略 那有人就问了 我现在已经完成了第三针的加强疫苗 那采取的都是同一技术路线 那这是不是得赶紧再来一周 完成蓄冠免疫呢 这是大家需要认真听 这专家是这样说的 目前蓄冠免疫呢 是建立在灭活疫苗免疫的基础之上 如果说前期打了两针灭活疫苗 那按照规定间隔六个月以上 又打了第三针的灭活疫苗 这种情况采用的就是相同技术路线的一个加强 后续按照目前的规定 不需要采用虚冠免疫来进行加强 还有假如打了两针灭活疫苗 再打第三针加强疫苗的时候 要与第二针至少间隔六个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选择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 来进行虚冠免疫 也可以选择灭活疫苗 也就是相同技术路线的疫苗 来进行加强免疫 所以咱们在这也再次提醒大家 我们一定要合理接种 切勿盲目跟风 对